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暴特勤堆切開鐵門 進入屋內將竹聯邦明人會 桃園分會幹部壓制在地 因為他們涉嫌籌組販毒集團 以航空貨運快遞方式 夾長2.8公斤按費他病毒品走勢入境 經過持續的一個溯源追查發現 這批毒品是由名人會的一個桃園分會 在幕後操控意圖自海外走私 謀取不法的一個暴令 那案件場景的一個偵犯之後 掌握了相關的一個幫派分子 還有它的據點 那在本月中旬呢 進行查契的一個行動 也逮捕了名人會 桃園分會的一個副會長 及相關的幹部還有幫眾共識人 這是全國術槍掃黑行動專案的成果之一 警政署在5月15號到5月24號 執行今年第四次全國掃黑 及第二次術槍專案行動 結果共查獲76把各式槍械 並破獲36件置評專案 盜案235人 掃盪的一個情形 總共有查獲到 槍屍有76支 改造工廠有4場 那另外黑道幫派的一個減數 部份也有36件 的一個製品對象 其中包括了 竹林邦 明會 有三件 紅威 細人會 南星會 各有一件 那另外天道門 太陽會 童星會 以及不打會 也都有檢數道案 那這些幫派 都有涉及 涌槍至重的情形 所以 減數黑道 以及減數幫派 來穩定社會治安 這次專案的一個執行 的一個目的 除了掃盪 黑幫組織 這次專案聚焦在打擊 國內改造槍械工廠 希望從源頭 槍支的占比相當的高 換句話說 黑道幫派 用槍 大概多非自治手槍 非自治槍械 來涉案 那槍械的一個管制部分 警政署也採取 包括行政措施 像這個彈殼 彈頭 還有敵火管制進口 以及相關的 在網路上 販賣這些槍支的 零組件的一個 跟設定平台協調 來下架 減少 有目的者 上網去瀏覽 去採購這些零組件 那另外在修法部分 我們也針對 模擬槍的零組件 來在修法 以及針對公然開槍 也就是在公共場所 隨意的開槍部分 來加重刑法的一個修法 警政署長黃明昭強調 掃蕩非法幫派 與減速非法槍支的行動 絕對不會停止 會持續進行 尤其面對年底總統大選 社會治安的穩定 更為重要 警方會加強查記不法 保障國人的安全 記者張啟騰 台北報導